前陣子雲端情人還有腦筋集轉彎回顧的時候 代表就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其實蠻喜歡我在影片裡面去聊一些 關於編劇技巧的一些東西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我自己本身的職業是編劇 但我是一個菜鳥編劇 我要學習的還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弄成一個系列 就是專門去解析我們喜歡的作品裡面 究竟用了哪些的編劇技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畫為己有 那以後的書定寫故事上面也可以用到 所以我們今天試播第一集 就是用在腦筋集轉彎上 第二集 但是我分析的東西都有點偏第一集 就第二集也可以用到 但第一集我會拿來當例子比較多 OK 沒關係 反正就這一系列 對 因為腦筋集轉彎裡面有一個很 算特別的點 就是他每個角色都非常鮮明 而且有記憶點 所以我就覺得說怎麼做到的 因為你看像第一集裡面有五個主要角色 然後第二集又加了五個主要角色 然後有一個只出現一個 就是那個念舊罵 啊 對 對 對 他只出現一點點嘛 對 但總歸來說 他裡面總是出現十個角色 這些只是情緒角色喔 我們裡面還要記得什麼 來歷的朋友 來歷的家人 他喜歡的學姐 在那麼多角色的情況下 腦筋集轉彎是怎麼讓每個角色都跳出來 讓每個角色都讓你印象深刻 這是我很想要從裡面學到的一個點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解析了一下這個電影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忘不了的小配角 這個idea呢是我從第一集裡面有兩個角色 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 他可能是我整部電影音樂人非常喜歡的角色之一 就是有兩個新志工 他們很喜歡把口香糖的廣告傳回總部 他們兩個 你還記得嗎 他第二集有出現嘛 對 沒錯 他們兩個沒有出現 但是口香糖廣告有出現 沒錯 然後我就回去看他們兩個出現的片段 然後我還有記時間 發現說他們兩個出現的時間只有1分09秒 在這一場戲裡面在這69秒裡面呢 他還總共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們在做他們平常的工作 就是把一些褪色的記憶球 吸走 吸到那個垃圾堆裡面 讓觀眾看到說這些褪色的記憶球 最後會進到哪裡 然後呢 這些記憶球進到垃圾堆裡面之後 就回不來了 那第二個呢 是告訴觀眾說 這些記憶球其實是會褪色的 那褪色的原因就是因為 萊莉不在乎這些記憶了 他們覺得這些記憶不重要 所以你就慢慢退色 那就忘記了 那其實前面這兩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兩點是為後面的危機做一個鋪陳 他們是在暗示說 如果你進到了記憶垃圾堆裡面 會有多麼可怕 你會被遺忘 然後永遠回不來 然後消失 所以當我們看到 樂樂他掉進記憶垃圾堆的時候 我們會感到很深的絕望感 我們會為他緊張 會覺得說完蛋 他回不去了 因為前面那個新志工就講了這一堆東西 對 所以其實前面這兩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就是最後的第三點就是 我覺得你看到的當下會覺得說 幹嘛一直很無聊幹嘛寫這種東西 對 第三個點就是他們在說 他們喜歡把那個口香糖的廣告送回總部 然後這個口香糖廣告是來歷永遠不會忘記的 對 乍看之下這個第三點 好像是出來鬧的 出來搞笑的 但是其實就是因為這第三點 就是讓前面兩個比較嚴肅的東西 轉換成一個比較有趣 比較好笑的一個情節 那剛好這個調性也是符合 腦筋急轉彎這部片的嘛 而且就是因為有這段犧牲 會讓我們有一個喘息的時間 不會一直覺得說 劇情好像一直在趕 趕 趕 趕火車 然後我們一直接受到訊息 像天人一樣 天人就是沒有一個給你喘息的時間 克里斯多夫 諾蘭大多數的電影 你在看的時候就是腦袋一直在動 然後一直在想 他到底這一句話 這一個行為 這一場戲 想說什麼 然後你就是還沒有轉過來的時候 就已經到下一場戲了 對 沒錯 但其實我覺得這跟可能類型 或是創作者的慣用手法有關係 或是他的風格有關係 但是大多數的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還是希望有一個喘息的時間 因為有些人他進電影 因為就只是想要看一個輕鬆愉快的電影 像他平常的生活可能已經夠苦悶了 或者他本身進電影就是一個享受 所以他就不會想要看太過沉重 或者太過沉悶的電影 嗯嗯嗯 是的沒錯 但是我發現啊 最近我們有看一部 是驚悚懸疑科幻片 不是輕鬆類型的片 嗯 他也有用到這個手法 那就是異形 異形 哦 我讓你說哪一段 哪一段 就是異形一開始出現 兩個一直要薪水的那個工程 對 那邊兩個一直在聊分紅對不對 就是他們兩個在去看那個太空槍 有沒有問題的期間 他們不是在想 哦 完蛋 我們工作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在講的是 欸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會分到分紅啊 對 他們就一直講到一直講下去 不只講一遍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講這個點 我就會記得 哦 他們就是一直在講分紅的那兩個人 哦 對不對 最後沒分到也死了 對 好 那有另一部電影 我覺得是把這個 忘不了的小角色 用到零零技致的一部電影 一個角色 那就是神偷奶爸裡面的小小兵 我以為小小兵是主角欸 不是 神偷奶爸裡面的主角 是那個神偷奶爸 還有三個小孩 但是你看像我們這次在看那個腦筋集轉彎 他裡面前面預告就是播一部小小兵的電影 對對對 而且甚至說我們上次去那個大阪環球旅程 然後有一個園區就是專門給小小兵的 但是他在神偷奶爸第一集的時候 他就只是一個幫助那個奶爸的一個角色 對 他們的特點就是 神偷奶爸會去偷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 喔 因為我們很宏偉啊 好像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計畫 但是呢 這些小小兵總是有辦法把這些事情搞砸 對 粗包 對 沒錯 就很像天兵一樣就很可愛 然後後面就變成一系列電影 甚至變成一個吉祥物 但我覺得這有點不公平 因為小小兵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你如果拿小小兵來舉例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是因為他太天兵太可愛 所以才被吸引住 跟你前面說的那兩個小角色我覺得 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個人角色的魅力太大了 可是那個神偷奶爸裡面那個小女兒也很可愛啊 喔 對啦 但是呢 無論如何 從這三部電影裡面 我就總結出了一套公式 要如何製造出讓人忘不了的小配角 第一個點呢 就是給他們一個工作 第二個點就是 讓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做出不屬於工作的事情 然後第三個點就是讓這件事情重複 兩到三遍 看他的角色重要程度 對 像小小兵他就是幾乎每次出場都會出爆 對 但是呢 像是異形還有那個 腦筋急轉彎裡面的那個新志工 後來幾乎新志工都沒有出來 就只有那個口香糖廣告出來 但是他出來也出現了至少兩次我記得 我覺得真的有點像是 就是以前我們在求學時期 老師不會記得最用功 然後最認真的那個學生 但一定會記得最壞的那個學生 我知道有個例子可以拿一句 最近在看的絕命讀師 老師呢就很認真在台上上課 這時候全班同學裡面就有一對情侶 沒有在自己的座位上 還在那邊秀恩愛 嗯嗯 對那一對學生呢 就是到我後面看到第三集第四集的時候 有出現教室的畫面 我還是會特別去注意那兩個學生 有沒有在認真上課 哦對對對 真的沒錯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假設你想要在你的故事裡面放一個 讓人忘不了的小配角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公式來去做 之前我在上國文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好教到那個紅樓夢 以前課本裡面不是都會有 前面會有一段課文賞記 然後就說喔 紅樓夢他可能什麼人物鮮明啊 然後在諷刺當代社會啊什麼的 就講一堆 算是前言吧 就講說欸這個課文接下來會講到什麼 然後他還有什麼特色 然後那時候呢我們國文老師就說 紅樓夢這部作品呢 他角色非常的鮮明 他就說怎麼去辨別 這部作品的角色是不是很鮮明 就是當你把整個文本裡面 所有角色的名字遮住 你還是可以透過他的對話 還有他的動作 他的行為 他的反應 來去猜測出 被遮住的這個名字是誰 直到我這次又重新看了那個腦筋集 轉彎第一集的時候 樂樂講了一句話 讓我重新喚起了這段記憶 在第一集一開始的時候啊 不是第一個出場是樂樂嘛 然後他就接著介紹所有人出場嘛 他在介紹怒怒的時候 他不是說怒怒是一個很愛生氣的人 怒怒是負責生氣的人 他說怒怒他非常關心事情是不是得到公平的對待 啊 對對對對 我覺得這描述非常的特別是因為 通常我們覺得生氣是一個不好的情緒 是負面的 但是因為樂樂他是一個正向 樂觀開朗的人 所以呢他看待所有事物 是不是應該就是要非常的正面 所以當他看到怒怒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是說他是一個追求公平的人 你如果去看悠悠還有樂樂和怒怒 他們走路的方式 你也會發現說他們走路的方式非常不一樣 樂樂呢我可能就會說 他跳著雀躍的步伐回到總部 悠悠呢我們就會說 他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總部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行為來去辨別出 現在到底是誰在說話誰在做事 我自己以前會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會做一個表 然後呢我在看小說的時候 如果我看到 喔我覺得這個單字不錯 我就會把它填進這個表裡面 但是在這個表裡面我會分一個大項 就是笑 怎麼笑 微笑 明嘴笑 或者是喝喝笑 放什麼開懷大笑 我就會把它全部列成這就是笑 然後走我就會 然後它是什麼走 跳著走 或者是拖著腳步走 或者是電起腳尖走之類的 對然後我就把它做成一個表 但是是我很閒的時候我才這樣做啦 平常看小說就是看小說 對但是如果你常常閱讀的話 你也會久而久之就被那個書裡面的 那些文字描述的方式所影響 喔我懂你想要表達的 這些人每個角色他們的行為矩直 包括可能單純的一個小細節一個走路 然後他們都可以有 帶有他們個性帶有他們特色 甚至帶有他們的情緒的一個行為舉動 而不是單純就只是走路 對是沒錯 所以綜合以上幾點 我就整理出了兩個點 是如果我們想要製造一個新名的角色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第一個點就是你先寫一個文本 就不要管他 都不要管什麼製造新名的角色 你就直接寫 然後寫完之後你把名字遮起來 如果你可以辨別出這句話是誰說的 或是這個動作是誰做的 那就代表說你這個角色可能做得非常成功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想辦法把裡面的詞彙 改成可以凸顯那個角色性格或是特色的詞彙 像Doraemon裡面的胖虎 你覺得他會怎麼笑 小夫你覺得他會怎麼笑 那鏡香你又覺得他會怎麼笑 那如果今天呢 謝寶王倒閉了 你覺得謝老闆會說什麼 章魚哥會說什麼 海綿寶寶也會說什麼 你如果腦子裡面已經有一個想像中的答案 而且你非常明確的覺得說 答案就一定是這個 那就代表說這些角色很鮮明 那你可以去參考這些角色 好那我這邊也準備了一個小小的測驗題 要給Dev來小小測驗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會截取幾個 腦筋急轉彎的小番外篇 叫做萊莉的第一次約會 在Disney Plus上面可以看到 那因為這是避免說 因為我們都看過電影嘛 那我們都知道這句話可能會是誰說的 但是Dev沒有看過那個小番外篇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測驗一下 他猜不猜得出 這句話究竟是誰講的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一個前情題 就是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他故事就是在講 萊莉後來不是有遇到一個男生嗎 然後那男生看起來好像喜歡他 然後後來那個男生就去按了萊莉家電鈴 然後他就約他說 萊莉在家嗎?我們好像要出去約會還是什麼的 這個小男生他叫喬登 喬登就進到萊莉家 在等萊莉準備好 萊莉就上去收他的書包 然後喬登就跟爸爸在客廳裡面兩眼相瞪 然後媽媽就上去想要偷聽一些那個 小八卦 對沒錯沒錯 好那其中第一個 測驗一 萊莉在房間裡面收拾東西 媽媽靠在門邊想從萊莉口中 套出萊莉和喬登交往的資訊 萊莉就說 哎呀媽這不是約會 只是一群朋友一起去溜冰啦 然後媽媽就說 讚喔一定超狂的笑死 因為那時候他慢慢就試圖要裝酷 因為他腦子裡面就說 我們都已經練習過了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講一些流行語 讓他覺得我們很酷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這時候就切進了萊莉的大腦總部 有一個人就說 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另外一個人就說 真的很喬登呢 然後這時候就切回萊莉的房間 萊莉就說 你讓喬登和老爸相處嗎? 媽這樣很尷尬欸 然後萊莉就衝出房間下了喔 好你覺得這兩個 某某某和某某某是誰說的呢 你說誰說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對對對 這是萊莉腦中的人說的喔 那你覺得是誰? 五個人裡面 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 燕燕或者是怒怒 嗯 然後等等喬登呢 應該是 金金 對沒錯欸 欸我以為等等喬登呢 你不會猜到欸 我以為你會猜到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我覺得比較難猜欸 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應該是 感覺應該是 燕燕 因為它會少了那個什麼情緒啊之類的 對感覺不要再這樣說話 它會是一種 覺得有點噁心 就覺得為什麼要這樣講話很怪的那種感覺 但不至於到發脾氣 所以我就沒有猜是怒怒怒 但除了燕燕跟怒怒以外的其他人 更不像是會講這句話的人 嗯 對第一句話是怒怒講的 喔第一句話是怒怒講的 對第一句話是怒怒講的 所以如果像這個時候啊 就是你把它蓋住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喔這到底是怒怒還是燕燕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會再加一個 大吼 畫好一個大吼 那這樣大家就知道 喔那一定是怒怒的 對對對 沒錯 然後面確實來說對就是金金 所以劇本裡面會再誇號一個大怒 或者是怒吼 我覺得真的是因人而異 就是假設我有注意到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句話在講的時候 不知道該用什麼情緒 那你可能就是要多一些描述 那後面那個你怎麼猜到呢 後面那個其實是蠻明顯的吧 就等等喬登呢 這就是欸 這有危險了 金金就是要預防危險的那個存在嘛 所以他就是 我覺得這應該是蠻明顯的 我覺得前面那個比較難 喔好 好 好那下一個測驗 這邊我要前情提要一下 後來呢 喬登跟爸爸就和好了 因為呢 他們兩個就是試圖想要找話題去聊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他們兩個都玩過樂團 然後他們兩個最喜歡的樂團都是ACBC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下面開趴 哈哈 爸爸媽媽就在門口目送來歷跟喬登離開 然後爸爸就說 我跟你說喬登是個好孩子 然後媽媽就說 你也不差 然後他就把頭輕輕靠在爸爸的肩膀上 然後這時候呢 就切入到爸爸的大腦總部 然後爸爸的金金就說 長官妻子主動發起接觸 該怎麼辦 然後爸爸的怒怒就說 機會來了 做那個表情給他看 然後金金就按下按鈕 然後畫面就切回到家門口 爸爸就做出那個表情 那個表情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個表情 然後這時候就切入 媽媽的大腦總部 然後第一個人就說 他又在做那個表情了 第二個人就說 我們要算他巴掌嗎 第三個人就說 別這樣啊很可愛啊 我有盡量已經不要加入樂可的情緒囉 第一個是燕燕 第二個是怒怒 第三個是樂樂 這很明顯 很明顯 我不知道是因為你講話的情緒帶出來那種感覺 我有用這個情緒嗎 我覺得有 我覺得樂透實在有帶 我已經盡量降低了 這次應該蠻明顯的 對對沒錯 你答的非常的對 所以呢 從這些片段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劇本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呈現出 人物非常鮮明的劇本 對 那其實我後面也有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就是試圖去用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內容 來去改寫我覺得原本一個很無聊的劇本 然後改寫成比較有趣的劇本 那這個情境呢 就是有一個女生她叫小美 她就躲在一間廁所裡面 然後她就透過廁所門上損壞的縫隙 看到兩個男人跑進了廁所 這時候一號男人就打開第一間廁所門 另外一個男人就問她說 她在這裡嗎 那一號男人就說 讚 二號男人就說 不是吧 這時候一號男人就不回話 她就打開第二間廁所 然後這時候一隻小老鼠就被驚動 然後串進小美那間廁所 那小美就很害怕的捂住嘴巴 害她自己叫出聲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boring的文本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他們到底在幹嘛 或是他們的情緒 他們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對 然後後來就改寫了一下 小美躲在學校廢棄廁所裡面的某一間 然後透過門上損壞的縫隙 小美就看到一個男人衝進廁所 然後迅速bong的一腳踹開第一間門 然後瞬間這個廁所就塵土飛揚 然後接著後面就跟上了另外一個氣喘吁吁的男子 他就揮揮手揮掉眼前的灰塵 然後就覺得很噁心的磕了幾口 然後這個氣喘吁吁的男人他就說 天哪這種地方他不可能會在這裡的啦 然後踹門那個男子他就說他就在這 另外一個人就說 你忘記上次我們去住那間民宿 他打死都不願意用民宿的廁所 還逼我們三更半夜 在他去五星級飯店上廁所 這時候踹門的男人就陰沉著臉 瞪著那個氣喘吁吁的男人 然後那個氣喘吁吁的男人就不敢再回話 然後那個踹門男子就再次踹了第二間廁所門 然後一隻老鼠的被驚動 串進了小美那間廁所 然後小美就非常害怕的捂住嘴巴 你覺得有感覺嗎 有感覺不一樣嗎 你剛剛講的第二個片段 會讓我腦袋中有畫面 就好像是迪士尼的某個傻寶二人組 他們在做保鏢的工作 然後只是他們做得很不成器 對 然後那個小美的那個樣子啊什麼 就有在腦海裡面出現出來 對 那第一個的話就我覺得就很無聊 就真的很無聊就是 你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們是保鏢 然後甚至不知道這兩個人差在哪裡 對 我覺得只是一個跑龍套的 是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其實針對這個文本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先給兩個男人 一人一個性格 然後我在針對像是跑啊走啊 然後打開啊這些無聊的動作 來去更改成那個性格的人會做的事情 針對那個對話 我有做一些手腳 因為一開始他們都回答得非常簡短 但是我就是讓那個氣喘虛氣的男人 講話特別長 非常常一定要超過兩三句 但是另外一個踹門的男人 就是講越少話越好 最好是指揮一個 嗯 甚至不講話就是瞪啊演 對 那這時候就可以做出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嗯 對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腦筋急轉彎 帶給我們的一些編劇上的技巧 你喜歡這個系列嗎 會覺得很無聊嗎 有一點 沒有啦 我覺得 計畫不是你提的嗎 要不要講一下就是為什麼會想要提這個計畫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 常常我跟阿力在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的觀點很不一樣 那他的很多觀點都是來自於說 他對於這個故事的了解 可能比我的了解還更來的透徹 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可能就是太理論了 然後我就不一定聽得懂 或者不一定了解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對我來說就是 哦 我很喜歡這部片 但有時候我們知道我們喜歡這部片 但並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我們只是一個感覺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一個編劇阿力跑出來說 哦 我們為什麼會喜歡這裡 原因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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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讓我們心中更有個底數 哦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 所以才喜歡這部片 哦 那我其實想法就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學習的方式是 自己學習完之後 然後再去告訴別人 然後我就會記得非常非常久 甚至把它內化成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嗯 然後就想說好 那就來做這個計畫吧 我本來就很想做這個計畫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樣的想法 會不會覺得太無聊 或者覺得說 欸 這就是你想聽的 如果大家對於這集新的系列 有什麼樣的看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也會根據大家的留言 然後去做調整 然後去讓大家可以一起進到這系列來 嗯 好 那以上呢 是關於今天的 腦筋及早安第二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底下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看到這邊 צ 按讚 按 ьте 按 智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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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